一草莉大的審美是非常多元的 一草莉大的審美是非常多元的 有時候是追求比較濃厭、華麗的效果 有時候是追求沉穩、素雅的效果 有時候可能會比較怪當、誇張 在世界各文名裡頭 中國是最早、最重視、複視的重要性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會說一光善國 我叫陳世宇,一直都是做服裝室研究 中國古代服飾、形象的還原、復原工作 古典審美就不喜歡這個 可能說非常大的眼睛、非常大的嘴唇 像唇珠、咬唇妝 傳統的小唇審美的一個體現 不論男女,其實都傾向於喜歡這個以白為美 漢潮是我們漢民族文化定型的階段 喜歡莊重、大器、偏厚重一點 妝容上也是比較沉浸 白妝為主 眉型也是平眉或者西彎眉 化型其實很簡單 我們叫垂記打一個小結 服裝也是以這個取居繞金的三重衣衣為主 唐彈是一個比較交流的一個時代 它在審美上也是比較張揚的 出唐的時候就開始有塗花墊、血紅 點這種假眼就是假酒窩 裝入裡頭,它的變化和呈現的豐富程度是最多的 像聖唐時代會用非常強烈的紅妝 整個臉都塗滿腮紅,顯得非常誇張 當時是很時髦的畫法 往唐時代要滿面縱橫花子 不只畫了,甚至用什麼昆蟲的翅膀 甚至寶石都會往臉上貼 搭配的服裝也是這樣的 大度的這個就是夾鞋的印花或者刺繡 很強烈的紅綠撞色、藍黃撞色 宋戴是一個純紋的時代 農莊重彩就越來越少了 眉型上也會比較纖細一點、低調一點 整體審美都往內斂和窄小發展了 三白妝,在額頭、鼻樑和下巴這邊點亮、提亮 其實跟今天的高光是一個意思 另外宋戴還有一種妝面叫淚妝 在下岩這邊也用白粉給它做一些提亮的點綴 這個化妝方法有時候跟今天審美是類似的 唐代,漢人是不戴耳環的 到了宋戴,耳環耳墜就變成一個一套首飾的標配了 服裝整體上是偏向低調、內臉、素養 它用在局部或內層的做一些裝飾 會在抹胸或襯褲的部分使用大紅色 從衣襟之間的空隙裡,就能夠看到一抹紅色 其實還原一個妝容或者一個造型的話 一個可能會去找找看有沒有文獻材料 第二個可能需要有一些圖像材料 比如說陶詠壁畫,傳世的文物繪畫 像從中堂到網堂,很流行一種薄片式的畫拆 在動畫壁畫裡頭找到大量的網堂時代的貴婦盛裝 明大的畫像保留下是比較多的 有一些筆記,像雲間聚目鈔 頂用寶花,未知挑心 我們大集中推測得出來一套完整的明大的底級頭面的配置 研究古代形象,研究古代妝容 是想告訴大家一場歷道的審美是非常多元的 它不是一個單一單調的審美 我們今天有時候審美反而會不是那麼暴龍 大家都覺得只有很纖細的臉型是好看的 我們做這些復原也是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到我們古人的曾經存在過的狀態 既直觀又側面地了解到大律師 更加允許這很多元的審美存在